情之尽空 情是齐心动念 那个贪嗔痴 那就很严重很严重的情之法 威喜的情是动念 齐心动念是威喜的情 那贪嗔痴太粗了 太粗浅了 般若是无量意 心体空极 莫发聚情 情之尽空 得无所得 般若是智慧 里面含无量意 这是真实的无量 不若之体 是空是齐 这个空不当作无价 那为什么叫它做空呢 因为它没有形象 我们眼睛看不见 它没有音声 我们耳朵听不见 它不是形体我们摸不到 不得摸不到 我们齐心动念就想也想不到 它有 它不是没有 它真有 所以就用空字来形容它 说它的体是空 极就是定的意思 清净的意思 丝毫都不染 一尘不染 不但里面没有我 也没有法 就像禅宗六族惠能大师 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变成爱 本来无一物 这个一句话说的非常之好 本来无一物 就是无法两边都离开了 这个离呢 就是不知主 也就是金刚经的不住的意思 一无所住 不住的意思 牵拾 放下 血气 清之 精控 情 其心动念 那个贪嗔痴 那就很严重 很严重的 情之了 微细的情 是动念 其心动念 是微细的情 那贪嗔痴 太粗了 太粗 粗钱了 执 执 是执主 那么这两个字 实际上呢 就是世尊在华音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 借由五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震抖 情 是妄想 执 就是执主 可见的 秦执 就是妄想 跟执主 妄想执着去掉了 自信就恢复了 那就是禅家家的 明心 见心的 所以 为什么要把情之放下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变成反腐 在生死 轮回 受这样的苦 就是情之 不肯放下 为什么不肯放下呢 没搞清楚 不知道它是什么事情 其实 其实情之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否则这个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情之 也是虚妄 不是真的 但是 你把假的 当作真的 坚固的执着 这个亏 吃大 得不所得 佛得 无所得 菩萨 得 无所得 是我们 我们有没有得呢 我们还是 得 无所得 你自己 以为有得 错了 那才 真正叫 情之 迷惑 颠倒 得 无所得 是真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觉悟 底下这个两句说得很好 生之 生是众生 众生的执经 众生以为 诸法 原生 这也是佛常讲的 佛不讲 众生 也 发现 现在西方 很多科学家 发现了 一切法 是原生 他们将一切的物质 分成分子 分成原子 分成电子 分成粒子 人们晓得 哦 这个东西是 因缘 生法的 他不叫因缘 是跟佛法 因缘讲的 是一个意思 他懂的 但是 他们 未见 本性 近代的 科学家 比上一代的 要进步 很多 比如 这个近代的 科学家 晓得 根本没有物质 存在 物质 这个现象 是什么呢 爱因斯坦 认为 是常 常是什么呢 中国人犯的 常 是能量 集中 而产生的 一个现象 那么也有科学家 说 这个一切物相 波动的 现象 这些 说法 跟我们佛法 相当 接近 佛在 大成经 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个物质 现象 从哪里来的 像 唯一诗 经论 里面 所说 一念不拘 而有 无名 无名 就是妄想 无名 不拘 生三细 境界为云 长六粗 发展为 这个 十八戒 一针抓眼 物质 是从 无 而有的 坏一句话说 油 是从空里面 变形出来的 它的体 是空气的 所以 油 不是真油 油 叫换油 在佛法里面 叫妙油 不是真的有这东西 空修家 虽然 讲到了 长 讲到了 波动 还没有 坚信 还是 凡夫 知见 凡夫 主向 而转 迷而不久 这就 苦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 超越 轮回 这个轮回的界限 很难突破 佛知道 佛知道 佛知的是 云生 信空 他界限 他知道 一切现象 云生的现象 体是空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自信 就是真如 本性 所以 有 即 非有 有跟非有 是一 不是二 心经上常讲 四 即是空 四是色下 是物质 它就是空 不是说 四等于空 不是的 本身就是空 当体 即空 空即是四 四即是空 这个话很难懂 你要真正懂得了 你就很自在 就很快乐 你好多烦恼都没有了 我们没有法子 还用比喻来说 金刚经 最后 交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一切也未发 如梦幻 泡影 我举这个比喻 叫我们 观想 我们 都有做梦的经验 两个人睡在一起 过人做过人的梦 重床 一梦 两个人没有做一样的梦 那么当你做梦的时候 如果你是学佛的 这个学佛学久了 这个佛法的 这个这个 印象比较深刻 在梦中忽然想到 佛讲梦是我现在在做梦 梦里面那些现象 问问 是不是档体即空 确实 那心经很快 四即是空 梦即是空 空即是梦 空给梦是一不是二 你从这里去体会 真的呀 然后 常常这样子想 这样观察了 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前 这个画画世界 这一切众生 就跟做梦没有两样 一样的呀 一切万华了 当体皆空 有即非有 这个有跟非有 空跟有 是一不是二 我们今天在佛法 最难 明了的 就是把这个 四根空 看作两桩事情 两个 怎么合都合不来 不晓得 它根本就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那么金刚经里面 发挥这个道理了 这个经文 很多 很多 所以要晓得 档体即空 档体即空 你就不迷了 你就不会随着 这个境界去转 换一句话说 不会受外面环境的诱惑 因为这个外面境界 档体即空 了不可得 你就不会受它欺骗了 不会为它所转 换一句话说 不会去为它做牛 做麻 做木材了 这世间人是可怜的 这佛颜看的 可怜明正 都在那里做梦 在梦中里面 早夜 在说苦不堪言 佛根众生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觉悟不一样 所以众生在目的 佛觉 因你而成六道 英雾二有三尘 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迷来的 迷了 这就有六道 为什么会有六道呢 迷得有浅身不一样 迷得浅一点 天人 天上还有天 天有二十八尘 所以天上还有天 天有二十八尘 迷得轻点的天 迷得重的呢 就往下堕落 最重的就是地狱了 这都是六道 六道里面都是迷焰 觉悟啊 觉悟也有究竟不究竟 换一会儿 觉悟功夫也有前身不一样 究竟圆满觉悟的 那是福 首份觉悟的 这是声闻远觉菩萨 这是觉悟一层比一层高 不圆满 所以觉悟有三尘 这就说明 设法界是怎么来的 佛常讲设法界 是依迷雾前身 不相同而说的 三尘六道 三尘是声闻远觉菩萨 阿 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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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尘 三尘